继续来关心中国新闻真相报道 中共两会即将在北京召开 周四北京城一改雾霾深重的天气 刮起了大风 不过大风没有吹走雾霾 反而是带来了沙尘暴 有些地区甚至已经到了 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 中共即将召开两会 葛迪代表们陆续抵达北京 京城的天气却是雾霾加沙尘暴 天安门广场的战场军人 一整天拿着抹布插栏杆上的灰尘 却没能插干这一小片地方 星期四整个北京城的能见度不到500米 司机小心翼翼的驾驶 行人必备口罩 居民则发愁 这种天气怎么才能干净的晾干衣服 现在这天吧 本来是预报的是有雾嘛 其实现在我觉得是沙尘都掺在一块了 所以睁不开眼也睁不开嘴 你看我这样全副武装 不止在北京 坏天气也席卷着中国其他地区 在山西宁夏等省份跟北京一样 笼罩在一片雾霾和沙尘之中 有些地区甚至伸手不见无止 而在东北的吉林 辽宁以及内蒙 虽然没有雾霾 却碰上了大雪 纷飞的大雪阻挡着人们出行的脚步 也让机场和高速公路临时关闭 强烈冷空气导致这片土地气温骤降5到10度 新唐人亚太电视任号综合报道